請總統執政加太金 發禮金給紅包 小年夜總統蔡英文 在交通部長林佳龍的陪同下 視察高工局 關心廉價第一天 國道運輸狀況 那今年因為疫情 疫情再加上氣象預報 春節降雨機率高 那我們預估呢 國道部分的路段 比較容易發生雍舍 要滿足國人通行的需求 這是每一年最大的挑戰 那我們做好的準備 小年夜返鄉國道大致順暢 但還是有地雷路段 國營南向陽梅到新竹系統 彰化系統到蒲岩系統 北向原山到大華系統 國山南向三陰到關西 烏日到雾峰 國武南向南港系統到平林等路段 都有車多情況 預估全天交通量約為 10500萬車公里 在北部地區國武南向南港 至頭城路段 大概在早上8點左右 就會有車多雍舍的行程 預估會持續至下午4點左右 那在國一的南向陽梅至新竹系統 以及土城至關西 在中午前就會開始出現車潮的行程 在中部地區部分 國一南向彰化至蒲岩系統 在全天都有車多雍舍的可能性 那在雍舍預估會持續至下午左右 那在國三的南向快關至雾峰 以及國六東向就證到國性 在中午前會有車多的行程 在南部地區部分要注意的是 在都會區部分 比較有可能有零星車流的出現 因應書譽 十日高鐵也加開兩班次 全隊號坐列車 公路總局也協調客運業者 機動增搬 初二回娘家 對 那但是我們也是害怕塞車 所以有先買好高鐵票了 印象比較深的就是 就是從左營一路站到南港站 開車可能就開業車 那個在高速公路上是 多久都沒有辦法動 至少三十到 三十分鐘到一個小時吧 春節連假第一天 交通書倒不打烊 全力備戰 就是希望讓全民返鄉之路 一路順暢 環宇新聞 國願廷陽直喻 台北新北報導